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实性能究竟如何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2013年2月2号 一款长相奇特的战机在伊朗亮相 它被伊朗官方命名为F313征服者 这也是它在世人面前第一次亮相 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瓦西迪表示 这款战机由先进的隐身材料制造而成 并且具备极高的对雷达隐身能力 能够满足伊朗空军的实际要求 内贾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宣称 这款战机跻身了全球最先进行列 彰显了伊朗征服顶峰的决心 我们都知道伊朗航空工业是修理外国飞机起家的 在两一战争期间 因为美国援助断绝 伊朗不得不依靠本国力量维护数百架美国战斗机 从而促成了伊朗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如今伊朗已经可以独立进行包括对美制的F14战斗机在内的各种本国战机进行大修和改进 同时由于引进了美苏两大流派的战机 伊朗对战斗机的研发和改进也有本国的一套独特手段 例如2007年伊朗改进美国F5制造闪电战斗机 第一次验证了本国研制的双锤尾设计 从2013年展出的征服者313战机外形来看 闪电应该是为该型的锤尾设计做出的准备 按照伊朗的自己说法 伊朗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造出五代机的国家 不过在大兵眼里 征服者313战机的性能其实并不容乐观 恐怕连飞上天空都成问题 更不应该过多的指望这款战机 有实际的作战能力 甚至奢望该机具备全球其他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 所有的优点 下面大兵就来列举几个该机的细节 来验证我的观点 从公布的照片来看 伊朗这款新型战机采用了隐身设计 外观具备五代机战斗机的某些特征 例如机体表面涂刷了灰黑色的隐身涂料 采用前置压抑气动布局 微型垂尾 隐形尾喷设计等 不过更吸引人眼球的是 该机的进气道位于机身前缘的上方 还有就是主翼面 在末端处有一段下折 这种机翼下折的设计 在常规飞机制造中应用较少 而多用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设计上 比如北美航空公司在60年代 研制的瓦尔基里 高空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其机翼翼肩部分可以向下折叠 一般在低空超音速飞行时 可以下折25度 在高空高速巡航时 飞行可以下折65度 这样的设计可以在高空超音速飞行时 通过调节机翼的对折角度 使其减少飞行时的气流摩擦 从而降低对机翼和机身的热量损耗 以及减少气流对飞行的影响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 伊朗人虽然模型没有印度来的华丽 但是真机做的还是很认真的 看得出伊朗是真的想搞一架 属于自己的隐身战机 但是苦于航空基础太薄弱 整机的气动外形有几处硬伤 首先是紧挨着飞行员坐舱 被埋入上半部机身的进气道 虽然避免了进气道向机身下部的雷达反射 但延伸了整个驾驶舱的三角形进气道 却形成了一个强烈的雷达回波须 这种设计无疑是丢了西瓜剪芝麻 得不偿失 其次主翼翼肩设计硕大 而且宽厚的下反角 我们都知道下反角可以避免翼肩失速 减少飞行阻力 提高飞控品质 美军的A10就是因为主翼翼肩有下反角 使其航程增加了10% 但是伊朗的F313的主翼下反角设计的尺寸之大 让人怀疑 其可以充当负骑维持垂直稳定效果的用途 而那只有几个舵面和两个副翼的简陋气动布局 也无法支撑战机进行复杂的机动 再加上该机采用了罕见的翼上进气布局 也没有诸如负面层分离系统 机身也没有运用面积率设计 应该也不可能有很高的飞行速度 我们都知道 现代战斗机一般都非常注重大营角飞行能力 并将其视为战斗机机动性能标志之一 当前世界上 近期到安装在机背的战机 只有美军的B2F117 但是这些战机是不需要大营角飞行能力的 如果是一款以空战为目的的战斗机 采用这款进气道 进行大营角飞行动作时 背部的气流会迅速施压 而腹部却会被气流挡住 即以发生失速施压导致事故 另外 该机采用的压式气动布局 似乎也和其他国家不同 它的压抑却不是全动的 其主要作用仍然是操纵飞机的同时 为战机起飞时增加一些生力 从而达到缩短战机起飞距离的作用 这种布局曾在电船操控不发达的上世纪 60到70年代一度流行 因此大兵也借此断定 伊朗并不具备独立开发电船操纵的能力 所以采用这种半吊子的压式布局 也在情理之中 尽管伊朗军方努力通过将飞机漆黑 设计机身棱线 采用压式布局和假装一身融合等方式 让该机看起来显得很先进 不过实际上该机的技术水平 基本就停留在了20世纪70年代 而且从细节上看 你还会发现 该机的结构和做工十分粗糙 座舱结构不合理 座舱改不平整 且两者之间的衔接几乎难以实现气密 飞机的起落架单薄而细长 也表示该机没有很重的机体 再加上几乎没有效果的一身融合 该机完全就是一架全尺寸模型 距离是非还有极大的差距 除此之外 该机的机头有些过于狭小 而显而易见 这对安装尺寸较大的相控阵雷达很不利 而且机头下方圆形光电球 未做任何反雷达处理 像是很随意的直接安装上去的 正因如此 大兵才认为 伊朗征服者只是一个宣传模型 尽管伊朗还发布了一段模糊的是非视频 但视频上的飞机呢 看上去并非真正的战斗机 而是小型的遥控模型 而以上这些都是十年前的消息了 在历经了十年的研发之后 这款征服者战机终于有了新进展 当然并不是它马上就要试飞或者量产什么的 而是该机准备转型 成为一款无人驾驶战斗机 或许伊朗终于发现自己技术不够 又或许是后机勃发 伊朗国防部官员在2月2号宣布 将国产的F313征服者改装为无人驾驶战斗机 大兵认为最大的可能应该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伊朗本身也发现自己造不出来想象中的F313 干脆让它充当无人机更靠谱 毕竟现在的伊朗也是无人机大国了 而且从技术上看 伊朗将F313改成隐身无人战斗机的难度倒不是很高 最大的问题可能也就仅仅局限在隐身方面 毕竟原本的F313战机怎么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大玩具 其整体的外形设计有些类似于早期的F117 但设计的却不是很合理 而且也比较简单粗暴 F313战斗机本身就是一种体型不太大的验证机 将它的机动布局和隐身外形进行修改之后 完全可以变成一种体型较大的隐身战斗机 而且据称其内部还有弹舱可以进行空战 其实伊朗当时在研制F313的时候 本身的实力远不如如今研制KF-21战斗机的韩国 咱们也都知道 韩国在研制KF-21时并不顺利 但不管怎样 韩国走到现在也可以算是有模有样 而且步步稳扎稳打 而伊朗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机设计的能力 目前唯一成功的战斗机研制项目 就是将单锤尾的F5战斗机 改成了双锤尾的闪电战斗机 论战斗机的自研能力 是无法和那些工业基础强大的国家相比的 因此以伊朗整体的实力判断 F313改成无人机版本后 无非就是一种飞行速度更快 隐身能力稍好 体型也较大的攻击型无人机 但是由于伊朗缺乏先进的体系 想要让这种战斗机进行空战 或者进行高级别的作战任务 还是比较难的 作为中程辽机倒是够用了 但尴尬的是 伊朗又缺乏先进的国产战斗机 真是非成功了 也只能配给F35S 总而言之 没有扎实的航空制造基础 没有可供使用的可靠风洞群 尤其是超音速风洞群 但是又想在隐身战机领域 有所突破的伊朗人 只能发挥设计师的天才想象力进行实验 这次伊朗宣布将F313改成无人机之后 也算是给它找了一个合适的出路 无人机发展到现在 显然已经成为战争的必需品了 这次伊朗将F313改为无人版 总比一直被当成大玩具要强得多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于伊朗这款无人机都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